嗨,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做安裝分享的車種呢 是2017年的Tosan 現代的Tosan 這台呢是2.0 那之前的有跟大家分享過的是1.6升渦輪 那這台是2.0升的 然後前面的話 今天要安裝的是KT道路板的避震器 前面的話我們是配置了200長8公斤的彈簧 200長8公斤 那車高的調整呢 預計大概兩指半到三指幅左右 它原廠的車高還蠻高的 畢竟是修旅車 所以我們會將車高呢 降低大概到兩指半到三指幅左右 那這一套的TL設定 KT前面呢有附上座 這是我們所附的強化上座 那它的阻尼調整呢 就在上座的上方 順時針就是變硬 逆時針就是變軟 所以是軸 這個軸 這個軸是日本KOYO的軸 那KT所選用的阻尼油呢 是日本 那個義大利 進口的IP的阻尼油 那油封的話是日本的NOK油封 該有的油管固定位置 它的固定位置還蠻單純的 就一個固定架 然後上面就直接鎖附了油管 跟ABS的感應線 大概在這個地方 那這一套的設定 它的車高調整呢 是從桶身做可調 並不是靠壓縮彈紅 來改變側高 所以它調高跟調低的 乘坐感覺呢 是差異性是差不多的 不會因為調高 而變得不好做 它是靠桶身 這裡的長短來調整側高 那離載串的固定位置呢 就直接沿用原廠的就可以了 這是前面的懸吊部分 那車主也有改裝了鋁圈 這是225 558的鋁圈 這是18吋的 輪胎是原廠規格 225 558 那後懸吊呢 算是獨立式的懸吊 它的上座跟GOFF VH的設計還蠻像 就是需要沿用原廠的上座 那阻尼可調的部分呢 從這個地方就能做調整 這是原廠的 原廠拆下來的零件 上座的話呢 前面上座不需要沿用 後面上座呢 就需要沿用原廠的 那後面的彈簧公斤數 一般道路版本的 我們所配置的彈簧公斤數 是7公斤 後面的話是7公斤 那這是後面的調整機構 跟後面的桶身 後面的在安裝時候的 特別安裝的技巧就是 不能把彈簧預壓縮過多 所以車高的調整呢 是從這個地方做調整 那桶身的長短調整呢 是來搭配它的自由行程 所以調桶身的長短呢 並沒有辦法改變車高 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它的後懸吊設計 這款休旅車的話 在韓國還有各地的話 都賣的銷售量都還不錯 那同期車的話 RAV4還有像CRV 四代五代 都是跟這一台算是同期車 那前面 右前的話才剛拆下來 這是原廠的前面的避震器 它的車頭還很流線 現在師傅在做的動作呢 就是在調整車高 它調整車高呢 是從桶身的長短呢 來做調整 現在這個動作 它的整體長度會變長 所以車高的話呢 就會變高 這裡的話 有附一個彈簧華斯呢 是防止這個托盤 日後鎖緊的時候會鬆脫 然後上面的部分呢 我們在上座的裡面 內側呢 有附一個防水塞 在這個地方 有附一個防水塞 防止水的話 會跑到桶身裡面去 防鏽 來 這個是上座的軸廠 它是用KOYO的軸廠 所以很順暢 好 以上是 現代 TOSAN 代號是TIL的 安裝KT避震器的 分享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到KT的粉絲團 找我們小編 姚世成 或者是有任何問題 都可以跟我們聯絡 謝謝大家